再看到迈入第11届的花莲国际管乐营 暑假期间在东华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厅开训 由音乐总监兼指挥的吕燕辉老师 号召包含意大利等12位的国际音乐家 亲自指导70位学员 而期间还由师生共同举行了四场音乐会成果丰硕 而花莲市长魏佳燕也专程前往颁发结业证书 迈入第11届的花莲国际管乐营 暑假期间在东华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厅开训 由音乐总监兼指挥吕燕辉老师 号召包括意大利等12位的国际音乐家 亲自指导70位的学员 期间还由师生共同举办四场音乐会成果丰硕 我们的请到的师资以管乐营来讲 或以音乐营来讲的师资是很棒的 我们这次有请到一个国际超好演奏大师 叫Peter Stein 他就从威纳飞过来 然后我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音乐 然后还有开一场他的读奏会 也有跟学员们一起演奏 那当然我们很多老师也是来自各个乐团的首席 或者是教授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以师资来讲是读书一格 觉得是很棒的一个管乐营这样子 花莲市长魏佳燕特别到场 颁发结业证书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国际管乐营维持了一个礼拜 那我们每一个晚上都有音乐会的一个表演 一个演出 那我想在这四个月的一个地震的一个期间 那今年的报名虽不如以往的一样多人 但是我们今年还是非常多的孩子一起来报名 那我想这已经是第十一年了 我们未来也会支持 也希望能够持续的办下去 那我们也要谢谢吕老师 那非常耐心的一个教导 那也跟很多的一个老师 那持续的为了我们音乐 生根音乐 那在此也要谢谢东方大学 那也要谢谢很多的一个孩子们一起来报名 那来支持花莲 经过将近一个星期 密集训练和交流 成果发表会由全体师生一同演出 音乐总监吕彦辉表示 音乐是最能安抚人心的力量 虽然受地震影响 不过今年在各界大力支持下 将活动持续举办下去 让爱乐人还有家长们来到花莲 体会这里的美好生活 戒略会收封箱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